台中有一间高中福利社卖的肉羹面竟然被学生吃到了蟑螂 太恶心了吧 而且以前还吃到了钢丝呢 锅盖福利社里一大锅肉羹 用香又浓 准备夹到旁边的面碗里卖给学生当午餐 但是却有人在汤里吃到这么大一只蟑螂 旁边的厨房人员忙着包肉羹面 但是看到这一碗一碗面堆在桌子上 全都没有加上盖子暴露在空气中 桌子底下铁锅纸箱到处乱放 厨房环境好像不够卫生 之前也有学生吃到不该出现在饭里的添加物 刚吃肉啊 什么时候 一阵子前了吧 刚刷跟那个文职的尸体的恶心 台中市这间高中福利社餐厅 由校外的厂商来经营 有学生中午订了25碗肉羹面 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吃 没想到呢 却把这只又黑又大的蟑螂给吃进嘴里 气得他说根本是蟑螂跟面 消防也要求业者立刻改善 积极检讨如果厂商不再改善的话 我们这个到7月我们就解约 我们会严格的处分 这学期学生已经第四次吃到少强 虽然气愤但是午餐还是得吃 只是让厂商把关好卫生环境 下次不要再出现炸料的午餐 专顺梁家庆录音台中采访报导